三級警戒延長 防疫優先 生活才能如常 屏東7月13號起 適度的鬆綁措施 大家平安 我是潘孟安 今天屏東零確診 幾項重點要跟大家報告 第一 三級警戒延長到7月26號 屏東配合中央7月13號起 陸續鬆綁相關的措施 各類鬆綁原則都遵照中央的防疫指引 另外 墾丁大街 屏東夜市等飲食攤位 禁止內用 一律外帶 流動夜市 也就是每一週固定的商展雅齊號 必須有管理人或管理單位 落實防疫規定後 才能恢復營業 同樣 禁止內用 一律外帶 各鄉鎮市走匣的傳統市場 工友市場 夜市 請公所善盡管理責任 我們也將開放縣立田徑廠 各高中以下的校園操場 供民眾運動 但運動設施不開放 總圖及各鄉鎮的圖書館 能然不能入管 但提供單一穿口服務 開放預約取書 通月借還書 防疫能為優先 以上措施呢 都是7月13號以後來啟動 幸福也會隨時滾動調整 公布最新的資訊 強化整個積查 請大家務必戴口罩 十年次 不群聚 保持社交距離 第二 屏東這一波木的那疫苗 使用率也接近百分之百 謝謝民眾踴躍前來施打 65歲到68歲的以及原住民55歲到58歲的長輩 將在明天7月10號到7月13號開打疫苗 各鄉鎮人口數不同 施打的天數也不同 請依照村裡通知的鄉鎮 就依照該時段前往施打 假日不休息 謝謝所有施打戰的夥伴 我知道大家很辛苦 和我一樣沒有假日 但疫情還是嚴峻 必須早日提高覆蓋率 增強群體的免疫力 請大家一起鎖住 辛苦會值得的 第三 預約不能攔倒長輩 屏東疫苗的登記預約協助 從即日起 火速上線 天涯海角都有專人服務 符合資格的第九類 第十類的鄉親 只要攜帶身份證 健保卡 到屏東各個戶政 立政 事務所 還有稅務分局 衛生所 以及各鄉鎮事工所 屏東市還能到各區裡聯合辦公處 都有專人 專區為您服務 有問題就要來問 免客氣 最後還是要再次跟大家說 不怕一萬 只怕萬一 要真正恢復如常的生活 就讓我們一起持續肉食防疫 謝謝大家 我們下個禮物 我們下個禮物 就好了 我們下個禮物 有關 大家 感谢观看